这个星期六对于一众车粉而言 铁定又是另类的爆肝之夜 不为别的正是为了第89届 力慢24小时耐久赛 原先预计在6月19至20进行的赛事 早在今年3月时 ACO未尽可能让最多观众入场 于是以防疫为由宣布将赛事延后两个月 不过啊这样的延期也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的赛事就因为大流行的关系 从6月一路延后 一度以为会开天窗 但终让车粉得以在9月一堵耐久赛 最高赛事 最终是由丰田毫无悬念的拿下冠军 完成日本车厂在力慢的首次三连贯 不过早在2016年的时候 丰田当时搬出全新的TS50原型车 早有挑战冠军的能力 甚至距离冠军只剩最后的13.6公里 然而就在进最后一圈前 从天堂掉到地狱 不如就趁今年的正赛开跑之前 来回顾一下5年前 体育圈上演各种逆转大秀之年的 第一场戏码 被堪称最多车粉看到下巴掉下来的 经典赛事 2016力慢24小时耐久赛 时间拉回到2016WEC赛季 实质LMP1的黄金时期 Polscher 奥迪及丰田三大阵营在速度最快 技术层级最高的Hybrid LMP1组别相互厮杀 基本上所有正赛的戏码也几乎聚集在此 未免大军Polscher在历经2014年的技术瓶颈阵振痛期 中能在E4赛季年度封关战 圣保罗6小时耐力赛拿下车场 自1989年WSC赛季以来第一次分战冠军 在2015赛季以全面升级的919 Hybrid 以秋风扫落叶之姿问鼎年度总冠军 其中在立曼24小时耐久赛 由额外加入的19号车 拿下Polscher回为17年的立曼耐久赛总冠军 阵容之一正是当时效力Force India 连续三周打卡上班的Nicole Hawkenberg 并在2016赛季 由鉴于前一赛季的成功及适应新规则 以15年的赛车为框架再度升级了919 Hybrid 由于Polscher拿下前一年度冠军 车马选择分别使用1号及2号 车手阵容就跟前一年完全相同 1号车由15赛季WEC冠军阵容 Timo Bernhard、Brandon Harley 以及Mark Webber aka澳洲飞人组成 2号车则维持Romen Dumas、Neal Gianni及Mark Lieb 而同样隶属福斯集团 21世纪在立曼赛场最成功的Audi US车队 在2016年搬出了全新打造末代柴油引擎 R18赛车出战2016赛季 分别选用于去年相同的7以及8号 由Andre Lauter、Master Fasler及Bernoy Treluya 在组2014年夺冠2号车阵容驾驶7号车 过年澳门F3冠军Lucas Degrassi搭配Oliver Yavis及Luc Duval 驾驶8号车 值得一讲的是由于福斯集团陷入排放数据造假丑闻 为避免可能的天价罚款增加集团支出 Polscher及Audi祭出便达成协议取消第三辆车参赛 Polscher更为节省支出于是暂停GTE组别全季出赛 但仍维持立满参赛计划 而第三支参赛车厂丰田 在E5赛季结束后车队配合品牌行销更名Toyota Gazoo Racing 同时退役了TS40 Hybrid赛车意味自然进气时代的终结 以涡轮增压混合动力的TS50 Hybrid原型车取而代之 符号车阵容不变由前F1车手群Sebastian Bohemi Anthony Davidson及中岛一柜组成 六合车由Kamui Kobayashi、小林可梦伟接替Alex Verz退役的空位 加上Mike Conway及Stefan Sarazin 场上唯一日本车厂持续面对的是福斯集团旗下两大耐久赛强者 而在GTE组别 库别利曼50年的福特在2015年9月宣布和Chip Ganassi Racing合作 在16赛季搬出由第二代GTE为框架打造的GT Le Mans赛车重返利曼 想当然法拉利自然是福特的头号对手 毕竟上一次对决时福特可是狠狠地将法拉利抛个老远 而在WEC开季之后到利曼耐久赛之前的两场分战战况 Audi虽然得以在Six Hour of Silverstone率先冲线 却在赛后因验车位过早盘失格 于是分战冠军就由2号Porsche收下 不过在下一场Six Hour of Spa Audi就得以搬回一层 靠着8号车拉出两圈的差距拿下分战冠军 Porsche由于2号车动能回收系统异常导致车辆掉速而屈居第二 基本上前两战等同是福斯内战 丰田双车在开季同时遭遇乱流 第一战虽然靠着6号车底补第二 却在SPA赛道先后发生引擎失效 6号车因电子元件失效提前出局 一度领跑的5号车也遭遇引擎异常 加上圈速太慢遭罚扣4圈 最后一种圈速110圈 近乎垫底的成绩完赛 前两战之后Porsche在车长榜以56分爬上第一 丰田以43分居中 Audi拿下41分 仅两分之差牌在第三 不过就车辆表现上 福斯旗下两大车队仍展现身为 立曼夺冠禁旅的稳定度及统治力 2016年6月15日 在历经月初的测试时程之后 第84届立曼24小时耐久赛 正式进入赛事周末 周四上半天先行进入为期4个钟头的自由练习 而一如往常 原型车三大厂之间的对决依旧成为场上焦点 卫冕军Porsche双车以一二名的单圈完成自由练习 随后的是8号Audi 在出Indianapolis弯路发生失控上墙撞爆鼻头的6号丰田 及出Porsche Curve滑进碎石区失控的7号Audi分别排在第四集第六 同一天晚间第一阶段排汇赛 开场不到10分钟就让排汇成绩大致底定 由Neo Johnny驾驶的二号Porsche在天色位完全转按时刷出3分19秒733提前预约岗位 比同队一号车的时间还快上接近半秒 而在隔天进行的Q2及Q3由于雨势的影响导致赛道失滑 三大车场在周五两段排位赛均无法有效提升单圈时间的情况下 Q1的单圈成绩于是升级成周六起跑的最终顺序 由Porsche双车达成封锁头牌 两辆丰田同样得以展现速度 Q1阶段仍成功超越Audi两车分别排在第三集第四起跑 至于两辆Audi则排在第五第六 就账面数据上来看Porsche仍有车速上的优势 丰田似乎大有机会在开场之后与Porsche展开惨斗 而在GTE组别福特重返利曼之路就在排位赛绞出接近垄断的表现 在三段排位赛之后四辆赛车分别卡在1、2、4、5名起跑 而福特的头号对手 51号及71号法拉利AFCOSA分别排在第三集第六 虽然要拿下总冠军等同天方夜谭 但在分组要维持优势看似没有问题 2016年6月18日赛事开跑之前与世再度降下 不过正赛仍在中欧下令时间下午三点整 在布莱德·比特挥动法国旗下展开 在与世卫健停歇下造就时商第一场 由安全车带场展开的立曼赛事 终于在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五十三分 随着天气逐渐转秦赛会挥下绿旗赛事全面展开 2号Polscher很快就跟后方集团拉出差距 7号Audi在赛道潮湿的情况下在开场阶段就双吃丰田 不过在赛道逐渐转干下丰田赛车的速度也逐渐加快 赛事进入第八圈 6号丰田先是在进Download Chicane前超车7号Audi爬回第三 随后在Mozon直路跟住2号Polscher 抵押带拉近差距 并在进Mitchellin连续弯前超车得手 在进Chicane 4之前 在超车领跑的2号Polscher要上领先位置 在第一次进站窗口开启后 7号Audi在超越1号Polscher之后 抢先进站换上甘胎 相继进站的Polscher及丰田各自因更换车手 及Double stacking而增加进站时间 于是在第一波进站窗口之后 7号Audi拿到全仓领先 Lotter更一度带出7秒以上的差距 却在没多久发生涡轮增压异常 及抑压系统故障紧急进站抢修名次连掉 与此同时就变成原先的2、3名 1号Polscher及8号Audi之间的领先争夺战 算我们在前面福斯内战打得火热时 6号丰田的14圈策略出现了效果 在进入第三小时前不断追进差距 第一时间在Mozon直路超车8号Audi 同时进逼领跑的1号Polscher 在接下来三个中途内 领先者就变成1号Polscher及6号丰田之间相互轮转 中途1号Polscher一度利用了同为自家的911RSR赛车 在Download Chicane在丰田出战时阻挡以拉开差距 赛程过4个钟头时一度拉开差距来到近半分钟 随着赛程持续进行天色逐渐转按 与此同时6号丰田由Kobayashi接替续战 并在出战之后不断拉近与1号Polscher之间的差距 同场刷出3分21秒.445全场最速单圈 靠着在Mozon弯路LMP处赛车事故 策动SlowZone策略性的取得领先 与此同时驾驶1号Polscher的Bernhard 由于日落强光影响视线 在PolscherCurve发生刹车所死 好家载车辆没有因此失控上墙 但轮胎因此出现Flatsport 也让落后幅度来到40秒 而随着夜幕低垂 本来一直处于领先集团的8号Audi 持续遭前方集团拉开 加上一次3分多钟的抢修 正式退出竞逐冠军的行列 随后一路爬上第7名的7号Audi 也在第12小时因电能模组异常 第二度近战抢修 间接确定将由丰田及Polscher进行总冠争夺战 时间进入半夜 GTE AM组的撞车意外 侧动第二次安全车代场 与此同时2号Polscher展开反攻 在安全车下场之后持续提速 同时不断拉近与1号Polscher之间的距离 并在第120圈超车得手爬上第二 此时两辆Polscher占据第二及第三 仍大有机会挑战冠军 算我们在时间来到晚上11点 1号Polscher由于冷却系统故障 导致引擎温度异常飙高 紧急进战之后这一休92个多钟头 出战之后落后来到39圈 等同提前无缘争冠行列 因此Polscher的夺冠希望 看来只能寄托在2号车上 在更换车手出战之后 重新要回领先 未料在清晨4点左右 13号Rebellion在Muzon直路 失去动力侧动Slowzone 缩小领先秒数 加上由于碾过碎时造成车胎 可能漏气 额外的近战让原本的领跑位置 再拱手让给丰田 在历经夜间的各种混乱之后 赛程在天亮同时进入最后的三分之一 由清晨6点前 GT1组为农冠军64号Kovett 在Download Chicane失控上墙开始 再开启一波意外事故潮 连续的意外侧动第三次安全车 与此同时丰田双车选择进战 出战之后 两车互跟低压带提升车速 随后在Polscher进战之后 再度要回领先 在赛事接近中午10分 原先也在领先集团的6号丰田 先是在出Carting弯路发生spinout 让5号丰田稳住领先 随后进战进行底盘抢修集 油压系统检查 一停就是十来分钟 出战之后 已经落后5号丰田来到三圈 不过距离第四的8号奥迪 仍有十圈距离 颁奖台第三已久稳妥 冠军争夺战至此 剩下5号丰田 及2号Polscher的双车对决 在赛事倒数2个小时 丰田最后一次车手换班 由中岛一柜接替Anthony Davidson 要一路拼到时间归零 此时丰田已经拉出近半分钟差距 Polscher意在最后由 Neo Gianni上阵跑完最后一段路 然而Gianni似乎行车状况 开始有所下滑 在最后一个小时 开始难以维持单圈时间 因而遭到丰田逐渐拉开 正当众车粉觉得 赛事可能就此尘埃落定 算我们在接下来发生的事 才让众人无法料到 赛事进入最后的5分钟 此时5号丰田在中岛一柜的持续 稳定发挥下 已经拉出70秒钟差距 等同拥有1分之1圈的绝对优势 眼看日本车场睽違25年的 立曼总冠军就只剩下最后的5分钟 一个晴天霹雳的Team Radio 从中岛一柜驾驶的5号丰田传来 与此同时 从转播画面来看 5号丰田在某上大直路严重掉速 事后才发现原来车辆的涡轮增压器 跟冷却装置之间的连接系统失效 导致车辆失去动力 并在2分钟之后 车辆完全挂点在维修区直路停了下来 对于Porsche而言 丰田突然的吊恰等同天上掉下来的惊喜 与此同时2号车加紧赶路 并在丰田抛马同时超车得手 面对这屠呼起来的打击 丰田整个车库瞬间陷入低气压 而Porsche这边则是陷入一阵疯狂 谁也没料到会在如此的局面下逆转战局 由于丰田这一个失去动力 2号Porsche成功在进最后一圈时要回领先 并在整个车库开始大肆庆祝之时 以总时间24个小时38秒449 行进384圈5232公里的距离 惊险完成二连霸未免成功同时 拿下Porsche在立曼的第18次冠军 亚军则由6号丰田以381圈拿下 奥迪在先后遭遇技术问题不断抢修下 最后仍靠着8号车以374圈拿下第三 至于原本以第二完赛的5号丰田 最后一圈在卡了超过5分钟后 方能发动最后以11分53秒.815结束最后一圈 远超过赛会所要求 最后一圈必须在6分钟内跑完 因此在赛后成绩遭到取消等同白跑一场 而在GTE组别 68号福特在与使用法阿利赛车的82号 Risee长时间缠斗之后 在Risee发生spinout失误之后引路扬长而去 帮助福特拿下50年以来首作立曼分组冠军 同队的69号收下第三帮助福特成功碾压法阿利 至于法阿利正常队 AF-COSA的51及71双车 分别因引擎故障及失控意外先后出局 用了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 458 GT2赛车在力曼的最终战 影片开头中提到2016年对众多体育迷而言绝对难忘 就在立马24小时赛事结束后 从隔天的NBA冠军战 10月下旬的日值日本一级终止台湾大赛 再到11月初的MLB世界大赛 乃至于隔一年2月举办的NFL2016赛季超级杯 清一色都上演了逆转大戏 在系列赛绝对劣势下翻盘 或是单场大比分落后下反攻得手 逆转一词在2016年体育赛事可以用日场来形容 而回到16年的立马赛事 原先在赛前预测将会是福斯内战 入业时分乃至中场之前风向变成丰田有机会夺冠 接着就上演了史上最疯狂的绝地大逆转 其实回过头来看 这也是体育赛事之所以热血且激励人心的原因 在落后的情势下 只要时间归零 抓下最后一个出局数 或是方格棋摇下之前 比赛还在进行 就有机会可以逆转颓势创造经典 而在立马耐久赛及2016WEC赛季完结之后 送别一个王朝同时迎来另一个王朝 奥迪在16赛季结束同时离开了WEC赛场 将主要资源往电动方程式投放 而连两年拿下总冠军的Pulsa 在17年使用再次升级的1919 Hybrid 续战立马 上演了时尚最压力三大的后追大战 丰田抛锚事件这次轮到Pulsa中招 好在事情发生了够早 仍得以完成三连霸同时 稳坐立马最多胜的车场 法尼在赛季结束之后正式退役458GT2赛车 并在隔一年搬出488GT1赛车持续对决福特 终于在2019年在GT1组夺冠及拜福特破咒成功 经历一年冷冻期协助公司渡过难关的Pulsa GT Team 也在17年重新打造了911 RSR赛车持续双修WEC及RMSA赛事 丰田又多经历了17年的挫折 终能在18年首长冠军滋味 在之后也成功在LMP1一场独大拿下三连冠开创丰田王朝 就看今年有没有机会在Hypercar组叠继续大显身手 以上就是这次立曼耐久赛经典大翻盘的回顾 一直以来熟悉的6月风立曼在这两年各自因不同原因因而延期 今年由于分组的改变加上过去三战的动态 似乎大有机会在今年的立曼24小时耐久赛上演出人意料的结果 而今年的正赛将会在8月21-22举行 台湾车队哈勃HUB Auto将会在GTE Pro组叠以第72号车出赛 收看途径可以从MODD216台EUROSPORT收看这耐久赛的顶尖赛事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